尊敬的战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3月7日北京时间的11点半 首先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视频 今天是3月4号传了一个视频 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 特别是纽约曼哈顿地区已经出现了两例 新患状态病毒 学校有所邮机所被关闭 包括一些社区受到感染 这是今天早晨的新闻 那我们看到这个 这是曼哈顿的一个我随机进的一个商店 这个商店里呢 是有各个国家的风味小吃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人不论是服务 现在我请我们的嘉宾呢 跟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消息 今天的消息是非常的多 首先请草哥小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精彩内容 草哥小哥你好 尊敬的卡丽西女士文武大哥好 尊敬的战友们好 我今天带来几条消息先 然后有一条这个视频我没发给您 我想咱们经常上推的战友们应该有看过这个视频 就是现在复工所带来了这个灾难呢 酝酿了这么多天之后 现在等于说是已经捂不住了 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 是一家TCL工厂的生产线 这上面已经有人倒下了 这个非常的恐怖 因为这个复工咱们一直在说 这郭先生这个提出来的 这复工真的就是自杀了 对 没错 这个文虎大哥天天都要喊一句 相信共产党跑步进入火葬场 对吧 这句话现在正在不断的应验 对 未来会集体集中式的大爆发 这个惨状啊 谢谢 我甚至真是无法想象 对 那个 咱们带来 第一条新闻吧 第二条 那个 谢谢麻烦您帮我打开第一张 已经打开 您请说 这个至尊公主号邮轮啊 一乘客死亡 已经停靠在加州海岸检疫了 这个 现在这个乘客 这艘船上啊 这个 有3500名 邮轮有3500名乘客 可能是加上这个工作人员 有3500名 这等于说是 现在是感染了 确诊了 应该是有21名 这个下面的这个截图 我没有放出来 我就在想 最近这公主 不知道是怎么得罪中共了 这是 是不是 这个 又一个新的这个死亡公主号 这等于 之前是叫钻石公主号 这是至尊公主号 对 这个国际邮轮的细节 其实它相当于什么呢 对于病毒来说呀 就像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培养米 飞机的话呀 其实它的这个 这个效果呀 作用不如邮轮 为什么呢 因为飞机的飞行时长啊 还是比较短的 对 了不起了 可能是澳大利亚到这个洛杉矶的航线 全世界最长的 了不起也就13个小时吧 对不对 对 但是它不像邮轮的 这个 首先这邮轮上坐的人 这个邮轮是环世界在航行的 全世界哪的人都有 它可不是一个地方的人 对不对 哪的人都有 这个一群人他们在一起 一待就是半个月 这个邮轮它 一次航行全世界的话 我不知道具体时间 我估计要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是全世界 各个地方停靠 拉各地方人不停的在轮换 比如说第一波 美国上的客人 经过感染了之后 带到欧洲 这一波 下去一波客人 再上了一波新的欧洲的这种客人 这种一直不停的在循环感染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这些人在这个船上 你想想一待就是半个月 天天在一起朝夕相处 同吃同乐的 对不对 你想想这病毒传播的多结实啊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 中共它没有通过航班航空来投毒 只不过是这个邮轮呢 它的传染传播的效果 要远远大于飞机 大于这个航空领域 而且飞机上感染的话 它不会马上就出症状 对不对 这点很恐怖 它不像邮轮 它不一样 它待的时间长 那并发了 就有可能会被发现的 所以说现在邮轮上 经常会爆出这样的事情 就是公主号 死亡公主号 那个现在啊 我不知道全世界还有多少 这样的公主王子号的邮轮 我应该听说是有挺多的 我认为全世界的邮轮 它都危险了 这个邮轮 咱就是现在经过这个分析 想一想 它真是病毒的完美的培养你 中共如果说想把病毒投向全世界的话 就不可能会说去放过这些大型邮轮的 然后细节啊 第二章 第三条新闻 也给您 这个安倍的 对吗 对对对 这条新闻啊 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 安倍宣布了 要跟这个 把中国的所有日资企业 日本企业要撤回 等于说啊 这也是要跟中国彻底脱钩了 对吧 这个 安倍这个事情啊 日本这个举动啊等于说是震惊了全世界 但是我们战友啊 一点都不意外 对吧 这个其实 咱说白了 这个事儿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他安倍他一定会这么做的 换谁都一样会这么做 跟中共脱钩 对不对 郭先生他早就说过 全世界撤离中国 是从四月份开始的 需要大概十到十个 十二个月啊 全部撤离 咱们也做了好几期节目 来分析这个事情的期间啊 对 我能感受到 全世界现在对中共啊 这个怒气值啊 正在不断的攀升 这个 现在已经波及到 咱们海外的华人了 对 这个马上要 我感觉 这股怒气 马上要到达一个临界点 中共高层 他们其实也明白 要完蛋了 对不对 只不过是基层不明白 那些恶警子还在欺压百姓 对不对 尤其是带着红袖姑那些人 都还幻想着 这当红卫兵呢 对不对 一旦当了红卫兵啊 可以随便鱼肉自己的邻居 鱼肉自己的欺负自己的同胞 我想啊 这细节 他们也真是想瞎了心了 这帮红卫兵 连中共高层 现在都开始四处逃窜了 这全世界的脱钩 马上就开始了 他们还幻想着能让文革复辟呢 这个文革复辟这事 大家别不相信 希望文革复辟的人啊 在国内可以说大有人在 那些老一代的 什么五六十年代的那些人 全这么想 年轻人也不少 那些什么懒人的 什么贤汉的 天天看着别人当官 别人做生意 创造点钱 等于杜红了眼 这些人多了去了都巴不得文革呢 现在 所以说这个 未来这个巨大的灾难就在眼前 有时候想想心里真是有点怎么说呢 五股杂沉吧 下一个新闻期间 今天好像我看到有一个消息 你说是日本现在已经取消了一年 一年不是一年的签证 或者多次往返的签证取消 它是暂时取消 暂时取消 就是未来这好像是多少天吧 我看那个有人发信 未来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这期间是取消的 这对这个流动还是一种遏制 终于他们终于下手了 下手了 不过这是早晚的事儿 麻烦您帮我打开下一张 关于孙春兰副总理 已经打开 这是法广的一篇报道 这个视频我相信很多债友们都看过了 百姓们高呼 孙春兰副总理去视察武汉 不知道跑哪个小区了 然后小区的百姓高呼 什么假的 这一切都是假的 然后很多人呢 说这个老百姓高呼假的呀 证明这个中共在武汉呢 这个等于说是又把持不住了 如何如何 民怨戴盗 我甚至看到很多朋友圈的人 很多人都在转发这个视频 我想了这个事实啊 就不好意思啊 又让大家失望了 因为是不可能的 对吧 我觉得好像后期配音吧 我的直觉是这样的 我的直觉也是这样的 而且呢 能够透露出来的 都是中共想让你看到的 对吧 如果这个视频里面喊的是 不是什么假的 喊的是打倒共产党 或者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一切已经开始 如果说喊的这个的话 那说明中共真的是已经失去 它的掌控力了 只是喊假的 那根本就远远没有 失去掌控力了 对 中共啊 他们无非就是发这些视频 无非就是想证明什么 中央领导啊 都是好领导 哎 只不过是地方那些基层领导坏 对不对 对 而且这也是政治斗争的一种体现嘛 对吧 永远甩过 对吧 嗯 可是我们这个看到啊 这个 我们战友们的角度看到的是啊 这个孙春兰的出现了 只能证明他打过疫苗了嘛 对不对 对 但是打过也没用 就像咱之前说孙力军的一样啊 这个疫苗啊 他挡不住暗杀啊 现在这个病毒啊 他也不是一个两个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关于这个中共 中共这个掌控力啊 这个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 斯培尔伯格拍的有一部电影啊 叫世界大战 大家没有看过的 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外星人侵略地球了嘛 对不对 那外星人非常牛逼啊 这个 他们那个外星人在失去保护罩之前啊 就是失去掌控力 他有 他有掌控力的时候 有一层保护罩 他在有保护罩的时候啊 基本上那就是上帝啊 那些外星人 那核武器对 也无法对他们造成丝毫的伤害啊 但是 一旦他们失去了防护罩 连普通的步枪都可以对他们造成伤害 普通的那种RPG那种火箭弹 甚至都可以灭了他们 中共现在那个保护罩啊 他等于还在呢 别管是墙内还是海外 这现在这个各路媒体 对不对 都正舔着定呢 是不是 那WHO的老瘫 现在正白货 正起劲呢 对不对 但是他们一旦失去保护罩 当中共失去保护罩那一刻 他的死亡就是摧枯拉朽一瞬间的事 对 中共啊 他一旦没钱了 那他就完了 对吧 唐氏骗局那就彻底破产了 现在中共世界上的哥们们 有一部分还都抱有一部分那种幻想的 还有一部分呢 是现在在哄着中共 知道吧 我先帮你说话 对吧 你别着急 我们还是哥们 你先让我们这钱先掏出来 对吧 从中国掏出来 这哄着呢 对吧 战友们别着急 这现在跟中共脱钩了 除了美国这不又多了个日本吗 对不对 这要脱钩了 对 大家等着 这个时机一旦一到 全世界会集体站出来 全部宣布跟中共脱钩了 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 做个什么决定跟便秘一样 绝对不可能 他们是在酝酿这个力量 民主国家嘛 做什么事情都要需要民意的 那就为什么郭先生一直在说 这个定义中共国为疫区有多么的重要 然后呢 谢谢您帮我打开 这个下一张图片 咱们 来来说到说到这个 已经打开 关于天津坠机的 郭先生在发这个两条国文 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个坠机这个事情 这个之前刚出来的时候 我就没有转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确定 这个事是真的假的 对吧 然后这个现在等于已经得到验证了 确实是真的 这个坠机这个事情 有很多人 很多战友问 哎 这到底是谁啊 对吧 这是谁啊 这我可不知道 这个我没这个情报 对不对 但是啊 不难猜 首先肯定不是老百姓 因为老百姓就不可能拥有私人飞机理 对吧 民航呢 全都封锁了 都禁飞了 那么这个坠毁的这个人家飞机 我想啊 那要么是军方的 要么就只能是领导了 对吧 我发现现在啊 这个让领导先走这句话 那可不是说说而已啊 竟然真的是应验了 是的 我现在我更关注的是什么 一直都这样啊 之前让领导先走 是把孩子们烧死了 现在让领导先走 先走 还是真正的先走 对不对 我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我更关注的是 郭先生的说的话呀 对不对 您看来说的 接下来的北京啊 会有很多这样的飞机被坠落 一次次的失败 就会有一次关键的成功啊 这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 大幕开启 一线已经开始啊 这个我听郭先生这意思啊 未来这种事情啊 他会常态化呀 这就让我想起来了 这个金庸先生的这武林的 这个都说到啊 这个有句老话说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对不对 这社交运营传里面讲的啊 对不对 恐怕这个世间呢 能做到这句话的人 真是为数不多 中共这个黑手党组织 算是其中做的最好的 真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 谁都别想跑啊 这个坏事是咱们一起干的 对不对 谁跑了啊 所有人一起把谁灭了 现在啊 这个战友们 我们也算是这个 西姐 我突然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感受 这是幸福的烦恼 其实这段时间呢 每天都在发生天大的事情 这很多事情啊 我们都准备继续做一下 这个长篇节目呢 对不起 西姐 我知道您这个手里 有这个批次的没讲完 关于这个世卫组织的 还都在这儿料着呢 没讲 这个咱们本身准备 这个跟那个文武大哥 准备调查这个复兴 还有这个康熙诺 成为少将的 现在都来不及说 是的 每天大事上演 对 每天大事上演 您看这天天发生的大事啊 就跟那个波涛一样 对 你看我们昨天 我们昨天节目里 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中国这个航天 这个所有的民航全停飞了 那么今天呢 关键性的这个 就有坠机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这不是偶然 绝对不是偶然 不是偶然 西姐 您看这事都有衔接的 这大事呢 就跟波涛一样 一浪盖过一浪啊 现在是 是 这个咱们战友们呢 我真是由衷的感慨 我们简直是太幸运了 生在这么伟大 这么精彩的一个时代 最关键的 身边还有这么多伟大的战友同行 我们与正义 与英雄为伍 对吧 虽然是有危险相伴 有病毒相伴 对吧 但是每天我们都应该感恩 真是 我真是发的内心 每天感谢上天的 大事呆 谢谢 麻烦您帮我打开下一张 这郭先生的一个直播预告 现在已经打开 直播预告 也是 也是 藏有玄机啊 真是藏有玄机 对 大家先上眼啊 看看啊 看看 这是第一张 第一张 可能有点小啊 我给大家念一下吧 大概是什么意思 是一条新闻啊 说这个伊朗 关于伊朗的新闻 未来两周 德黑兰40%的人 可能感染新冠肺炎 可能感染这个中共肺炎 对吧 对 那么第二张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第一张是关于伊朗的新闻 第二张呢 是一盘草莓 这个大家现在啊 这个图片里放上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 可以查一下 我查了 我查了 16颗草莓 16颗草莓 哦 好奇怪 七哥好聪明啊 因为已经陨落了一颗了 对 现在时期这个数字啊 都已经给我洗脑了 你们知道吗 对 看什么呀 我都先查查笔画 对 看什么 咱都先查查几个数 对不对 一下这小学都忘了 就加渐乘除 现在又拾起来了 这个郭先生啊 估计也是怕战友们的 在家这个坐月子 坐太无聊了 老给咱出点这种什么思考题 嗯 我就在想啊 这草莓啊 这16个 这比时期少了一个 是吧 这谁没了呀 不知道 这不是有那个 而且那这个伊朗 华 华春莹的老公没了吗 没了吗 没了 他老公挂了 对 但是坠机那个 您说怎么算 对 坠机那个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嘛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不是普通人 谢谢 对 这个 那 那我就想啊 这个您看 第一张是伊朗的 第二张草莓 对吧 那伊朗它有什么莓啊 这个我在想 有一个哈梅内衣 对 哈梅内衣 难道哈梅内衣消失了 正好这个畜生的名字里 带一个梅 这现在是不是梅了 咱不知道 哈梅内衣 对 对吧 17个 因为是什么 17个魔鬼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觉得17这个数字 它不是只代表一个 有的战友说 这个不是这样的 有可能是其他的 我觉得它代表的有很多 包括人川普总统 穿的那个球衣的号码 也是17 对不对 那Q组织也是17 代表很多意义 有的东西 咱们现在来说 之前大家都是 我反正无神论吧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这很多事实证明给我们 就是无神论 只能证明我们的无知 很多事情 真的是上天而买好的事情 但是咱们就说 单说郭先生这个事情 郭先生每次的信息 透露给我们的信息 都是非常有预见性的 他不是说 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 英语的语法 讲究这个过去时 还有正在进行时 对吧 经过这三年 我发现 这郭先生的语法 它是未来时 在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好吧 那个 西姐 请您帮我打开 这个下一张图片 已经打开 这个 郭先生今天有一段直播 我没来及看 因为今天忙 没有来及看 我看到您发在群里的图片了 您还说有一张图 这个叫 听琴图 对 听琴图 琴尘图 说郭先生直播 是在给战友们展示古话 对吧 这可不是展示古话呀 战友们 这又是一道思考题 甚至是对某些重要战友 或者人的一种喊话吧 我认为 因为这个 我这个没文化细节 我只是说 听您说这个听琴图 我就去 就Google了一下 然后这个照片 我看了你 听琴图正在 这个抚琴的这个人 应该是宋徽宗吧 您请说 这个抚琴的人 是应该是宋徽宗吧 因为我是 这个 这个听琴图 郭先生说这个听琴图 我是第二次听郭先生提到这个宋徽宗了 因为宋徽宗啊 他在大宋亡国的时候 那个被俘的经历 是非常惹人关注的 对吧 自己的姑娘啊 这个飞贼老婆天天被这些 那是谁呀 他们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又忘了 是大金吧 是不是 突然 给强奸呢 就是当着他面 是干嘛 下场是非常非常惨的 我在想 会不会是一种 暗示 对现在中共政权的一种暗示呢 这个大家 这个发挥想象啊 我也想问问您 还有文库大哥的意思 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我倒没多想 我认为郭先生 就是从日本 就是买来的这些高仿的 那些字画 我觉得可能 是因为要装饰我们的 喜马拉雅大使馆 我没有多想这个事 请我们文库大哥 来说一下他的想法 文库大哥 好的 喂 文库大哥您请说 对这个话我还没看到 我没发现权 今天事是特别多 每天都是 就是全球啊 各种各样的 就是以武汉肺炎为中心的吧 事情特别多 我今天网络不好 那个疫情的网站 我现在打不开 嗯 那这样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吧 其他内容 对 首先我说一下天津坠机的那件事 我觉得 文库发那个消息 是指着空军的这个滑变 或者说空军飞机准备袭击东南坑 然后被这个无线遥控让他来坠毁 可能是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小哥说的这个可能是 也有可能就是某个高官坐实际飞机准备外逃 不管怎么样嘛 就是说大陆全国这个大面积的停飞肯定是和这个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个呢就是我又算了一下数字 就是昨天我在群里头就问了武汉 不是就是韩国 韩国的这个恐惧数字 就是它检测的数字和检测阳性的数字 然后得出的这个阳性率是在4% 我去此就推算了就是武汉的就是被感染的就是武汉肺炎的患者或者是带病毒者 最少在36万 就是按照4%从于它的所在的人口现在是900万嘛 同理可推呢我就是推了一下就是说有个消息说在广东测试了100多万粒 那这样就按照100万粒来散吧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这个4%的话就是有40万对吧 4万对就是说按照这个这个比例来说广东最少有4万粒被感染者 还有呢就是我前一阵就是在推特头发了好多就是二氧化氮的这个空气的这种示意图 就是武汉非常严重之外浓度非常高之外 第二呢就是四川的重庆 后续呢重庆的这个二氧化氮的浓度远远超出于重庆 它而且是占第一位 我今天又查了一下重庆的这个人口是3000多万 它也包括它这个郊区了 那这样的话我就是按照4%来散的话 3000万就是120万 如果按照说它是第二次的 因为它是从武汉传播起来的 它需要在这期间重庆也采取一些措施了吗 那这样我就按照2%吧 就除以2就按照大概50%的来散 那这也是要达到120万 120万呢按照20%的重庆率呢 就是20%可以就是非常严重的这种中弱患者 那这样的话就是120万的20%就是24万 对吧 嗯 24万 24万里头重庆率的死亡率 按照武汉的数字是20%到30% 那我就按照20%来算的话 20%的24万这样的话就是48,000 就是说可以这是最保守的数字 就是重庆死亡的数字就得最少在48,000左右 所以说中共所有的数字是可以非常明确的 绝对是非常假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摊下复工的问题 大家也知道前两天人民日报说人民的生活比你还甜 可是同时武汉有一对夫妇跳楼了 还有母子跳楼了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人到绝望到什么一个程度 连生命都不要了 而和最亲的人一块跳楼 所以说从这个对比来看 中共它根本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 对吧 它只是为了他们的屁股 为了他们的重拳 为了他们的脑袋 为了他们的官冒 这些 从这点来看 再看一下复工的问题 复工呢 包括今天有一个照片 那个卡丽西你可以发那张照片吗 哪一张 就是说它让那个在职人员 就是工职人员也可以创业的 那一张我没有 没有当下来 对 行 那这样 给我们战友们分享一下 说一下吧 对 今天有一张照片 对 战友说是二氧化硫 对对对 二氧化碳 是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对 二氧化硫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燃烧尸体必须有助燃剂 助燃剂 助燃剂呢 是采取含流量非常高的重油 所以说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的来源 就是在于此 感谢那个公正 是二氧化硫 OK 就谈复工的问题 复工是为什么呢 他是为了老百姓的生活和工资 恰恰相反 他是为了他重拳的存活 大家知道 以前中共他一直在吹嘘 他是养了老百姓 是因为中共的功劳 是他让老百姓富了起来 让老百姓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 实际上恰恰相反 是老百姓的税金养了中共 对 养了世界上最大的公职人员 所以说现在中共没钱了 他就在疫情没有消除的情况下 就要强制老百姓复工 老百姓复工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冒着被感染的危险 而且就是有越来越多的现象和事实已经表明 复工会带来了大量的这种社区性感染 包括刚才小哥说了 就是在一个收断线 就突然倒地死亡的那一位 它就是典型的这种性原性猝死 就是这个武汉病毒 它不光侵染肺 侵染肺 侵染肠道 而且侵染肾脏和心脏 心脏燃气引起的心肌炎 心肌炎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心肌 就是帮助心电传导的 它把这个心肌侵犯之后 就是心肌不传导了 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 就是心原性猝死 就是心跳奏停 所以说就是 大家没从医里 从医里都知道就是病毒性心肌炎 最恐怖的就是猝死 而且病毒性心肌炎就是青少年非常常见 所以说我当时在实习中 也见过两个这个病例 就是当时碰到这种心肌炎吧 就是全科室的人都非常小心 每天查房的话 先讨论病例讨论 先讨论这两个病例 因为这个病例就是非常 就是看得好好的 就突然一花就直接 就是说没有症状的情况下 就突然就死了 死去 对 非常 那也就是说这个武汉病毒 也不只是对这些老年人起作用 也就是说青壮年青少年 也会导致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 对吗 对对对对 它这个也是因缘而异了 就是有些人特别敏感嘛 嗯 它有的人侵犯 大多数人侵犯肺 就是有的人侵犯心脏重一些 有的人侵犯肾脏重一些 还有的人侵犯其他部位 对了 还有呢最近又有病例 包括北京传来的消息 就是这个病毒呢 也可以侵犯神经系统 嗯 非常恐怖 就是 大家知道有种病毒 可以引起病毒性脑炎 这个呢 它就是五毒俱全吧 它侵犯肝 侵犯肺 侵犯肾 侵犯这个 心脏 也侵犯神经系统 所以说有好多病人 包括有一个作家 他说他隔壁的病人就是 说话颠三倒四的 他们也是侵犯行政系统 引起的这个重症之一吧 就是病毒性脑炎 所以说 不管是在县听的这个 报告革命的战友也好 还是那些五毛那些国安也好 你们听清了 这个病毒 你们要千万千万小心 千万不要掉以轻器 但得上了不是像流感那样 感冒发烧药就会好的 所以说 我非常难以预料 你到时候死不了 活不成 变成个神经病 那你一辈子 包括你的家人都惨了 对吧 神经性的病 不是精神病 对吗 它就是重症非常多 因为一旦侵犯神经系统 它可以造成你瘫痪 也能造成你失语 也可以变成神经病 颠三倒四 所以说症状非常非常多 因为这个病毒 看它侵犯脑部神经的哪个部分 对吧 嗯 有个战友还在问 就是说心经炎 它是 视线没有反应和症状吗 它这个 因人而异吧 它这个 首先 它侵犯心脏 它可以造成心衰 可以造成这个 心跳骤停 就是直接死亡 也可以造成这个 心率不齐 好比说 早播啊 或者说 这个 就是 叫什么 心脏 缓跳 叫什么 这 时间长了 这些术语都忘了 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说 它这个 因人而异 就好比说 它这个感染率是在 百分之四 左右 也就是减出阳性率 百分之四十左右 其实这个 疾病吧 是这样子 好比说 有十个人 感染同样 病毒的量 可是有的人 可以不得病 有的人 只传染 只是带毒 有的人 只是感染之后 只是反应比较弱 有的人 就是 百分之二十 就转化成 动作患者 动作患者 在百分之三十 到百分之二十 会死亡 所以说 同样面对一个病毒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也就是 为什么这个疫苗 非常难 非常难的一个原因之一 因为疫苗是给 正常人用的 所以说要特别小心 如果疫苗有百分之一的死亡率 那你这个 得这个病百分之三的死亡率 你打疫苗的百分之一 那谁去打呀 对吧 而且打疫苗也 包括产妇 包括小孩 包括老人 人和人类 对疫苗的 这个耐受度 也不一样 所以说 对疫苗和药 这种这个要求 特别特别的严格 就在于这儿 还有呢 我今天去买 这个拖拉机用的电池 我也去沃马 去买东西 我也就谈谈这一点 首先呢 我就去一个特别 就是特别小的一个 城市的一个沃马 就是因为 而且我去特别早 就是想尽量少接受人嘛 这是其一 我就提供给大家嘛 这是可以采纳的 第二呢 我去买那种 代酒精的洗手液 没有了 然后转货 是 可是呢 它还有那个消毒液 食品呢 价格都很稳定 这是在美国 可是 还有一个现象呢 你几个人看我 眼神就不一样 哈哈哈 因为你戴口罩了 对吗 我没戴口罩 一个戴口罩 因为我去的特别早嘛 而且我去一个小趟 嗯 它那人也特别少 而且呢 就是还有两个人 直接躲着我走 中国人 黄主任 我也谈谈我的这个感受 您说起这个沃尔玛哈 我在一个较大城市 在沃台华嘛 这我去沃尔玛 发现这个中国人吃的这个大米 圆米是没有了 没有煤的麦 还有这个葱姜啊 这个也是没有 而且呢就是说 以前的时候中国的食品呢 还是有为数不多 为数还是不少的 但是现在都没有了 买不到 您说的这个消毒液 以及这个只有洗手液 但是没有消毒液 这个是 口罩是更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对对对 而且我戴口罩了 很多人 就是很奇怪的眼神 看着我 因为中国人嘛 只有我一个人戴口罩 其余的人都没有戴口罩 您戴是对的 因为加拿大200% 可以非常肯定 会像这个意大利和韩国那样 会非常非常 唯一你们值得庆幸的 第一是现在气温比较低 对现在已经四度左右 对所以你们还有准备的机会和时间窗口 第二呢就是说你们的人口相对比较稀少 不是像韩国和意大利相对比较密集 所以不过你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大家可以去买土豆泥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储藏的食品 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买那个姜黄和黑胡椒 姜黄也可以就是叫 土豆泥用文叫 就是印度姜 我知道它是一种印度咖喱的一部分 印度咖喱里边一个调料 对对对它那个呢就是可以增加免疫力 这是七千二呢 它也治这个病毒也治关节炎 就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 对好明天开始去买印度咖喱吃咖喱 还有土豆泥可以买 再有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才草棍小哥说那个游轮的事儿 游轮吧就是美国现在有两个游轮 一个在San Francisco就是旧金山那个准备靠岸的那个游轮 还有一个游轮呢已经客员都走了 都走了之后呢就是那些游客走了之后 发现其中有游客已经被感染了 而且已经发病了 所以说美国的爆发也是怎么说呢 就是全面沦陷也指日可待吧 而且纽约一个律师他的社区传染了 他一个人就传染了18个人 他一个人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尤其是人多的地方 就是去那些人口密集的地方 尤其人多的地方大城市一定要戴口罩 卡利西有个视频你可以放一下吗 就纽约那个 纽约刚才一早放过了 对对对 大家看 马哈顿的 对对对 那么密集的人群如果有一个人的话 就是非常非常恐怖了 而且纽约现在还非常怎么说 其乐融融 就是大家都没care 都不关心这几个 包括今天我听了一个 纽约州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什么政府人士嘛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惊慌 该吃吃该喝喝该怎么着怎么着 我觉得真是有点匪夷所思 其实现在政府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措施呢 就是建议大家找去公务场所 因为呆在家里头要清消毒 而且准备不要的东西 最主要还是要尽快的发现感染者 接触感染者接触感染者 接触感染的这种怎么说呢 接触感染者吧 然后把他们隔离 同时呢就是接触传染员 还有一点关于这个病毒 包括这个病的特点 这个病的特点 这个我是看台湾的 他分享的 他说的非常明了 就是说这个病出发症状 它只是干咳 它不流鼻涕 流感一般会咳嗽 然后打喷气流鼻涕 对吧 他这个没有 只是干咳 也没有发烧 流感会有发烧 刚才有位战友分享的 天津飞行员有感染 这也是非常可能的 包括在洛杉矶 有一个专门检疫的人员 他也被检疫 被游客 被旅客所感染了 所以说这个病感染力非常非常强 你想想他是检疫人员 他肯定有防护吧 可是他也被感染了 他这个被感染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他没注意的情形 最可能最可能 就是他在脱衣服 脱隔离衣和口罩的过程当中被感染的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 摘口罩和脱衣服呢 应该是先脱隔离衣还是先脱口罩呢 我请教一下这个卡离西 我认为应该是先脱这个隔离衣 你说对了 最后再把口罩摘下来 对对对 因为隔离衣他也会带病毒 对吧 而且你处理隔离衣时候 要非常非常小心 脱完隔离衣你先要消毒 把手先要消毒 然后再摘口罩 摘口罩呢 要摘就是两边挂耳朵 那个活儿 不要直接拔 从前面把口罩给拔下来 而且要非常要轻 就是要慢 对吧 所以说细节细节非常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前线人员 尤其是武汉的他们被感染的特别多 除了他们没有那个必要的设备 就是防护衣物和这个口罩之外呢 就是说他们太辛苦太累 就是非常在疲劳之中吧 他们就很容易疏忽掉 对吧 台湾他们就分享了 他们说从穿隔离衣是比较简单 但是脱隔离衣呢 就是要四个人同时监测一个人来拖 他们这个持续呢 就是这四个人要一个小时才能处理完 所以说这个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传染病就是要多么多么的小心 通过这个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武汉肺炎这个中午到这个 全球要耗费多少多少资源和这个精力吧 包括丧失了这么多的无辜的生命 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 我们有战友就说 问这个国内的疫情怎么样了 国内的疫情 OK 今天是几号 3月6号 国内是7号 OK 就在3月10号到3月15号之间 肯定会有另一个大的爆发 非常非常可以肯定 我今天也发了个推 我觉得这个中共它可以斗天可以斗地 它就斗不过病毒 病毒是怎么说呢 上帝派来了文贵先生 派来了川普 也让这个香港这些意识们的血和泪和生命 都没有唤醒世界的人民 那就把病毒派来了 所以说这是怎么说呢 这是最公平的吧 也谈不上公平的 这是最无奈的吧 大家想象一下 就是有个法国作家 他写了一本鼠疫 他就谈了鼠疫嘛 他说在这个威力面前没有英雄主义 所有的一切只有真实 其实病毒就是这样 它不管你是男是女 是富是穷 东南西北中 还是天是地 它对所有的人 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平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爆料革命的重要吧 我们爆料革命在救别人同时也救了自己 因为我们得到最准确最快速的信息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怎么说呢 这就是宿命吧 喂 喂 文工大哥 那现在我请我们的曹根小哥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曹根小哥在吗 好的 谢谢 你给我们战友们聊聊这个潘多拉盒子 很多战友 好 昨天没聊完的说说得了 这个潘多拉盒子 这个是什么 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信息 也不知道大家关注了没有 因为首先这个潘多拉盒子 这个中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这个潘多拉盒子在这个希腊神话里面 跟这个现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就跟大家分析分析 首先这场生化危机 它是一场政治斗争 对吧 这个大家回顾一下 2月8号郭先生的爆料 我昨天有发一个推营的一分钟 非常关键 郭先生说到了三种可能 尤其是第三种可能 就这一次关于中共放毒这个事 习王之间互相嫁祸 老习知道老王在香港投毒了 对不对 这是我分析的 然后再就把另外一种病毒 投放到老王的这个 P4实验室所在的武汉 对不对 嫁祸老王 让老王吃个哑巴亏 并且这个承担所有责任 我想如果说是习王之间的政治斗争的话 应该是这种形式吧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事对于他们来说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对不对 如果我是老习的话 我想借助这次病毒 想害老王 想搞死老王 我一定会这么做 因为我知道老王去香港投毒了 对不对 我肯定借助这个事 我去嫁祸老王去 这个或者啊 是习王的政敌们 这是郭先生说的 借助这个这次机会 发动了恶毒的报复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 我认为这种可能 可能目前来说的话 是最惨烈的 但是说也是有非常有可能的 那就是郭先生说的这三种可能全都有 我跟大家就是咱们回想一下哪三种可能 第一种啊 是这个高层政治斗争 互相这个我认为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啊 那就是互相投毒嫁祸呗 对吧 第二种呢 是这个郭德银呢 他说这个投放这个病毒 保证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绝对可以控制 让谁死谁死 绝对不人传人 是这郭德银他吹牛造假了 对吧 有可能 这是第二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 就是之前习王啊 十八大以来 杀害的这一百万党员啊 他们的政敌 借助这次机会进行报复 你想啊 这个老王啊 他重点投毒的区域是在香港 对吧 香港这个应该是全世界人口密毒最大的一个城市 反而是控制的是比较好的地方 病毒控制的比较好的地方啊 不是说这个政府刻意控制 只是说病毒的这个蔓延趋势啊 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控的 因为老王啊 我想他们 他当时在这儿投的毒 就是郭德银说的那个可以控制的毒 所以说目前为止 才没有像武汉一样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人道灾难 但是有人呢 这个有人 这个人不知道是谁啊 是习啊 是孙力军 孟建柱还是谁 还是过去的政敌不知道 这些人呢 他们同时在武汉 在北京投了其他的不可控的毒 那和威力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吧 还有是为什么这个病毒啊 这大家看成会长眼睛 对不对 这很多这种怪象 这个说这个空头中南坑就空头中南坑了 对吧 如果市面上不止一种病毒的话 那么就很好地解释了这种怪的现象 这个王岐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他释放了瘟疫战争还有毁灭 但是盒子里面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希望 但是希望在希腊神话里的这个潘多拉啊 他在这个希望啊 从潘多拉盒子跑出来之前就关闭了盒子 但是为什么郭先生说 潘多拉盒子打开了就放不回去呢 就关不住了呢 因为一旦有一个人啊 现在是王岐山啊 他拿病毒来去害人去做事情 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那就等于说是打破了一直以来的 这个中共政局的表面的瓶颈 那么所有的人 所有的政敌都会效仿你 你一旦放毒 那就等于露出了一个破绽给你的政敌 他们是一定会借助这个机会去干掉老王的 这样我们想想 郭先生说起来 这次生化危机 为啥 他对中国人不利 对不对 那当然了 大家知道 但是对灭共是最大的帮助 为什么叫这个以共灭共呢 怎么样才能达到以共灭共 我想这个 王岐山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之后 这个中共的政局之间 互相放毒 互相政治斗争 这样一来 那以共灭共 那可不就完全就打开了吗 对吧 因为之前啊 他们都是背后玩阴的 对吧 现在啊 因为这场病毒啊 这个中南坑的这些人啊 您看这个航班都停了 对吧 航空管制了都 这个他们这个之间的斗争啊 等于说是变成明的斗了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了 现在啊 谁都停不下来了 对不对 我甚至认为随着中共争斗的白热化 中共高层未来 有可能还会释放出更多的病毒 就像官方说的 更多的这种坠机的事件 首当其冲遭殃的这件事情 肯定呢 还是咱们老百姓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啊 过去几代人的自私 自私还有懦弱 现在等于说是 全部都要变本加厉的 要还了 咱们也不用怪这个时代 那都是我们 包括我们的这个 上一辈吧 我们过去犯下的罪 这都是 但是啊 好在这个中共盗窝贼们 他们的谎言还有疯狂 现在等于说是激怒了全世界了 现在全世界都要站出来灭共 脱钩啊 咱们所说的 郭先生所说的脱钩啊 只是其中一个选项 是一个相对非常温和 比较保险的一个选项 一个手段 别忘了 大家别忘了 这个灭共的三道大门都是什么 每天发生的大事太多了 很多事情难够忘 你想第一道大门是香港 现在大家关注点都在武汉了 对不对 这个香港第一道 灭共第一道大门已经发生了 已经打开了 对吧 第二道大门可没开始呢 别忘了 那就是台湾了 对吧 也是这几天最被大家关注的事情之一 我认为这个大战啊 现在是一触即发了 真的 一旦台海开战了 我就 就是怎么说呢 就搂着点说吧 一旦台海开战 两周以内 共产党彻底没有 这low着点说 快的话也就一个星期 对 没错 这个第三道大门 也就是大家最好奇的 这个国员上说还差0.3 这个0.3没有达成的话 国员上不告诉我们这个第三道大门是什么 但是我们看了看 看现在 大家看看 现在这0.3也差不多了吧 是不是 那个现在连这个航空都能封锁啊 你想想 这在一个国家航空封锁 这是要命的事啊 对不对 对 那中共哪还有什么经济啊 现在 他们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对不对 那高层啊 斗争已经杀红眼了 什么 这个随着坠机事件啊 这等一系列事件 大事件的发生 我想啊 这个脱钩 金融崩溃 货币崩盘 马上就要发生了 对不对 中共真的是已经彻底完蛋了 但是呢 我想再次提醒各位啊 大家战友们 因为我这通过跟那个 我这个朋友啊 这个包括海外的 还有国内的朋友来沟通交流 哪怕有一些是战友 你知道吗 就是还是天真 有些人过分的这个天真的 总是抱这个侥幸心理 想着 哎呀 这个估计也不会有这么严重吧 是不是 这个物资也不会 没必要囤这么多吧 觉得这次生化危机 很快会过去了 是吧 我就这样跟大家说吧 如果说我们中国人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有一个希望的话 打个比方 我们中国人从现在一直以来 是炼狱地狱 对不对 我们可能要走向这个天堂 走向民主法治的中国 但是大家记住啊 如果说一个人 他不去死的话 那怎么可能进天堂呢 对不对 谢谢 我先说到这里了 好 我请我们的豆豆 跟大家来分享 他带来的消息 豆豆你好 卡丽西好 草根小哥好 文虎大哥好 尊敬的战友们大家好 我是豆豆 刚才听了这个草根小哥 跟这个文虎大哥的 这个我就觉得很精彩 我想从我的角度谈一下 就是这个 今天就是发生的这个 这件坠机事件到底是什么 从我的理解 我是首先认为 首先我们文贵先生之前不是说一切已经开始了吗 我们知道这个 这是很多事情文贵先生就是说 他是要爆出来的一些事 那就是他是已经早就掌控好的 而且他很多事情是早就预料的 对不对 那么他肯定内部有接应 我们知道文贵先生在直播的时候 很多很早以前就开始有些手势了 而我认为这些手势呢实在就是说他不是针对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些战友 或者是就是这个这些听众呢 他是应该是有一些话 他要对一部分就是在前线的战友 他很不方便去跟他们交流 但是呢 他就用一些就是他们了解和内部 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一些手势来表达 他的一些可能是一些暗示 是这样的包括一些照片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照相的时候有些手势的变化 这个手势 对很多的手势都不一样 就是说包括他祈祷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说我双手核实的话 那就是在就是说那就是祈祷的一种 但是如果有时候他那个双手会张开嘛 对吧我们虽然不明白他那些些就是有些什么上的手势上的变化 但是我相信其实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是前线的一些人真正的跟盗国贼接触的一些他们会明白这些一些手势 或者是就是那些盟啊什么之类的 国内精英的战友 对啊第二个就是我们从这个就是文贵先生今天在这个话里他也可以听出来 就是说内部这些这些战友他这个因为这个天津市民我们知道 今天有很多个视频就是被拍出来对不对 但是都是不同的这个天津市民拍出来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天津有一对天津市民是一男一女 我再听了他们这个视频他们因为他们里头的这个内容很多呀 这个对话里头这个男性说有人跳伞了 这个然后我当时就想着如果有人跳伞的话 那么他为什么就是说能在这么样的情况下 他就说明这个跳伞的人他是有准备的 对吧那么而且是在飞机就坠机的当时就是地面马上就有反应了 当时这个天津民众他也觉得很奇怪 他说哎为什么就是这么快就有反应了呢 那就说明地面的也是也是有他也是早就早就有知情的了 对不对那么那么知情并不是说他跟这个跳伞的是一伙的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就好像是两军对垒一样 对不对那么我这边攻击那么你那边有反应 那么我肯定是知道的就是这个意思哈 那么当时也是在视频中可以看到两辆救护车当时就马上就就就就来了啊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天津是离北京最近的对不对 如果他是最容易方便下手因为距离最近嘛对不对 因为而且了解有些什么情况啊就是时间在在时间上也是最短的对不对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就是这个北京是中共这个盗国贼的贼窝嘛对吧 那么北京他肯定是他为了他保住盗国贼要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 他肯定要把北京就是要狠狠的控制并且这次的病毒也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就是说 借此来把这个北京控制起来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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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机对不对 然后这个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既然已经我们说已经开始了 军席文贵先生这么这么坚定的说那么那么我们正义的这个力量就是文贵先生这一方我们代表的正义的还有这个正义的军方 因为我们知道军方还有就是就是这个盗国贼他统治那边还有这个军方就正义的这一方的力量 他也是有准备的是不是但是您要准备他们这个盗国贼这个在那一方他从防范的角度讲他们也是要有准备的 因为他们要做垂死的挣扎嘛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今天就说为什么突然的就是航空一下子封锁了对吧 因为如果是我们看到那个航空我们今天有一张航空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航空航空线特别是北京那一块它是非常繁忙的对不对 因为虽然是现在是疫情期限但是它也是这样的如果如果不封锁的话那么中空中出现任何的情况 可能就是就是他就是会有分不清楚情况但是中一旦是清空了的话那么任何出现在天空中的任何的 那么都是他们他们的打击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共今天可是就有一张图说今天中共就是管这个海航可能就就损失 一个亿那么你想想整个如果所有的航空线停了的话那么对中共的损失可是非常大的可是即使这样子的话中共也要封锁这个航线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这场战役之间有多么激烈对吧这是这是这是一点另外就是说就是我们知道文贵先生之前说过有钱还要有枪 而且文贵先生当时他的这个左右两边这个就是他的衣领上西服衣领上左右两边带着两个不同的这个凶章对吧一个是代表就是钱一个是代表枪有一把有一把枪对不对 那么没有枪的话就没法战斗那么当时文贵先生表达这个意思也就是其实也就我们今天想起来也就是说他是开已经开战了的意思对吧已经开始了的意思那么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文贵说要满足0.3的条件之间 还有其中一个就是你的星星要掉下来对吧我们当时大家很多人猜到这个星星是怎么掉下来干啥但是今天我看到这个当这个飞机掉下来我们知道这是军方的飞机军方飞机上都有星星对不对那么当这个军方飞机掉下来的时候那么我当时就想这可能就是满足了这个0.3其中的一个点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已经开始就是已经开始这个就是内部就是前线的一部分已经开始就是很白热化的交战了 那么今天文贵先生就是说他还展示了两幅图啊这个这两幅图都是就是应该都是真迹哈 那么是日本的日本的高坊 哦是高坊啊对那么那么我们就可以看那么文贵先生每一次都是要借一个什么事情来来去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他不可能现在是拿着这幅画让我们战友们去欣赏这幅画的有什么意思对不对那么他肯定是要就要中间有什么内容的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是听秦图包括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叫什么玉玛图这两幅图其实都包含着就是本身这幅图都包含了政治宫廷和宗教就是这样特别是政治的这方面的因素 特别是这个就是这个玉玛图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玉玛图他当时是这个元武宗就是当时时期的一幅画他是元武宗教这个赵孟俯画的这幅画那么他是在这个雪星的这个宫廷政变上面 就是就是上台之后这个这个元武宗他是当了皇帝之后呢就是说与外为敌 就然后对内呢就是就是非常的腐败然后从而引发了这个朝廷的这个这个很很大的这个财政危机 然后又引发了严重的这个通货膨胀但是呢他这个这个好像就有点暗示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独裁的这个皇帝习近平 然后他作为这个我们这个中共国的这个皇帝他自从上台之后他就是对外就大撒币 然后呢与美国呢就是为敌对内呢非常的残暴还大肆的就是杀戮 但是呢他却要营造出一份跟这个土里头这个相似的这种就是因为这个元武宗他要求这个赵孟俯他虽然这么样子的血腥但是他却要求这个赵孟俯他在这幅画里头呢 你要表现出一个通过这个玉玉玛来表现一个和平盛世的这么一个气氛 所以呢那么跟这个习近平他现在也是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亲民的这个 但是其实是非常荒淫无度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残酷残暴的这么一个独裁政府 其实是有异曲同工的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文贵先生就是想用这个来暗示就是这个这件事情 那么包括听秦图也是但是从听秦图里头因为我这个人对艺术不是很在行 所以我暂时还没有我只是知道这幅图它是跟这个政治宗教和宫廷是绝对有关系的 那么在这幅图里我还没有看到什么什么其他东西可能明天文贵先生直播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我们大家就会明晰了 对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草莓这一说哈 我觉得刚才那个草莓小哥也说的挺好的哈 但是我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就我个人讲就是日本撤出的这个什么 是不是就是而且是不是日本的草莓了就是意思你对日本就是说你受到经济的这么个影响 是不是说日本日本国他就是他要求他的企业都撤出来的就是说你不是之前要说吃草吗 现在你连草都吃不上了当然可能还重要的是可能就是要表达这个就是内部常委啊 因为所有的数字都非常的敏感里头牵扯的包括数字七美金啊包括多少个草莓啊 我像文贵先生都是在用这种方式在去暗示而不是真的去告诉大家他要吃这个草莓 那个草莓是日本他是日本的是日本的这个奶油草莓这个品种虽然是在美国的本土生产 但是呢是极其口感最好的日本草莓 您请说文贵大哥 喂卡丽西那边没声音啊 我这边有声音啊 那个细节可能出去有点事吧 那个要不那个大家谁还有最后总结总结一下文贵大哥 哦是这样的哦 我觉得国内战友一定要告诉亲友一定要保全自己这是其第二呢就是 就是要明白就是中共现在它复工就是为了他们重担的死活 根本草菅人命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大家要集体团结起来拒绝复工耗死中共 保命为己也为大家 而且中共只要大家待在家里头既保了命又把中共给灭了 是何乐不是其为呢就是顶多一两个月吧中共绝对耗不过去了 中共只要经济垮台它肯定要内乱的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关键的时期 第一呢就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对吧 同时呢要尽量的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这样的话保护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 如果自己亲友保护不了也会传染到自己对吧 还有呢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和中共的战争 实际上中共已经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那种不对欠的战争 大家知道西方是自由的世界 所以说他们就是利用这个空档就是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 就是培养了众多的这种他们所谓的网红嘛 这些伟类也有众多的五毛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在跟他们的这决斗吧 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好 非常感谢文虎大哥 刚才出了点故障 不知道我的声音没有传出去 很奇怪 看来又有黑客了 我现在请我们的草根小哥跟大家再继续分享一下 我们的节目就准备结束了 草根小哥 谢谢我今天该说说完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 您请说文虎大哥 OK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一定不要相信中共所说的话 尤其是那个钟南山也包括那个叫张文虹是吧 他说一个说可以到四月底可以摘口罩 一个说四月底是拐点一定会把疫情压下了百分之百 千万不要相信他们了 因为中共的这个复工肯定会造成第三次的这种疫情的大爆发 这个中共可以指挥一切 它可以管天管地还管你的生日期 它可是管不了这个病毒 谁都管不了这个病毒 只有上帝才能管不了这个病毒 还是那句话 相信共产党快步前进火葬场 就是传播爆料革命还有一线希望 大家一定要沉得住气待在家里头 既保命又保财 因为只有留在青山盖才有什么火柴烧 是的是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沉得住气 传播爆料革命同时在家呆着 对 你聊天也行 传播爆料 一定一定耗死中共 对 没错 当然不要相信他们 不可能到四月底 而且这个病毒会变异的 对 我们一定要听从文虎大哥的建议 大家不要听中共的话 也不要听钟南山所说的四月 就已经没有疫情了 零新增了 大家都要摘口罩 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您本身的安全是非常有这个 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依然我们祈福 祈求这个药师佛建议所有的冠状病毒的这些患者 以及他们的家人尽快的恢复健康 让这个武汉肺炎呢 尽快的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另外我要祈求地藏王菩萨 让地藏王菩萨早一天把这些 释放潘多拉盒子的这些盗国贼 以及这些诸咒为虐的人 还有他们的马仔 还有那些五毛 尽快的让地藏王菩萨收走 南魔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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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战友们辛苦了 好 嘉宾辛苦 再见